高雄市一间餐厅在今天凌晨遭到用餐客人迫期毁损 原因是客人认为店家所提供的食材并不新鲜 心生不满 而警方获报之后是到场立刻将两个人逮捕了 透过镜头可以看到在餐厅的内墙上还有地板到处都是红漆 而餐桌椅也是有毁损的状况 店员表示当时整间店已经打烊了并没有进行营业 在进行打扫清洁的时候外头突然发生了巨响 让他们吓了好大一跳赶紧躲起来并没有跟对方正面冲突 而快打警组货报之后赶到现场来查看 到案时虽然涉案人已经停止之事了 但是仁安将21岁的陈姓以及20岁的何姓男子 以妨碍秩序恐吓回损等罪逮捕 并且移送高雄地检署侦办 另外还有两名少年则是以请高雄少年及家事法院审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